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叫板持续升级 双方都提出了第二轮制裁清单 总值超过千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 将给谁带来最大伤害呢 川普总统说 美中贸易逆差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 已经输无可输 美国不可能再输下去 那么中国呢 大量依靠美国市场的中国外貌 能否经得起美国的高关税制裁 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 近40年来 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 现在是中共为不守规则 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川普总统的行动 能够打破这种不公平贸易 打痛中共政权吗 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 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 第一位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主席 魏京生 魏先生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旅美经济学者 秦伟平 秦先生欢迎您 郁文好 魏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那么首先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魏京生先生 魏京生我们知道在2001年 美国给予了中国这个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时候 您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您觉得这不但没有办法加速美国的经济发展 相反的是美国在为中国的经济在输血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17年后 川普总统决定了要采取行动 通过一连串的制裁措施 您怎么看川普总统的最新行动 实际上是00年给了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然后01年是给他们WTO 那是朱镕基来谈的 当时我们和很多的美国老百姓 包括美国国会议员都认为 取消每年一次最惠国待遇 取消这变成长久的永久性的 对中国没有好处 当时更多的是认为人权方面没有好处 但是其实议员们私下里和我讨论的 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当时这个西方这些议员呢 美国这些议员主要注意到的就是 中国要是开放市场 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很有利 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了 你们开放市场并不等于中国会开放市场 他们说中国签了协议 我说中国签了协议也不会遵守 而且现在看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不遵守协议不光是对美国不利 当然川普总统主要是谈的是对美国不利 其实对中国也非常不利 看起来GDP发展得很快 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看到 中国的经济是有很多的隐患 而且有很多的明的灾难性的东西 如果现在在打贸易战的话 中国经济真的要垮掉了 这个不光是美国的这些专家在说 很多的有坚持的 或者不跟着媒体走的这些中国专家 也分析说如果双方都开放市场的话 那么对中国的经济 首先对老百姓的购买是有好处 另外给中国的这些企业呢 给他们一定的压力 促使他们改革 一个是体制的改革 一个是技术啊 产品质量方面进步 这个都是需要有一定压力 才能成功的 而且说中国 而且有专家学者说啊 中国的改革开放 都是在外部压力下才能进行 如果外部没有压力 大家躺在这个舒舒服服的 躺在那的话 那不会有什么改革 经济也不会 那您觉得川普总统 现在要做的这些事 做的这些做法 能不能够达到足够的压力 让中国来开放市场呢 也应该是能够达到 而且你看川普最近 把他白宫的班子调整了 调整到比较强硬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就告诉中国政府 你别指望我停下来 当然中国得宣传说 美国怂了什么的 刚才我听的海涛也在说呢 实际上这个没什么怂不怂的 因为对川普来说 这事他非得做 这么大的那个外贸逆差 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 美国的经济了 那么他作为美国总统 当然他要管这个事 这个事是必须做 但是对中国来说呢 其实是中国还没开打就怂了 一个就是派人过来谈 想跟人家谈 意思就是你们能不能缓一缓啊 我看的报道说 他们来谈的就是说 你们能不能停一停啊 给我们点时间 给我们几年的时间 这回美国说不行 除非立刻改 因为确实你从那个 00年给了他们那个 永久最后国待遇以后 这已经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你还要给你时间的话 那就 反正现在美国人 基本上也不相信他了 而且川普现在 在贸易问题上这个做法 那是两党都支持的 不是说两党还有分歧 当然美国的资本家 可能不支持 被资本家控制的美国媒体 使劲地要唱衰川普 这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呢 作为美国的老百姓 美国的政治家 现在意见比较统一 所以这个事美国会坚持下去 是 那么秦伟平先生 您的看法 我们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 就是美中之间 贸易纠纷的源头是在哪里 是不是真的就是当年的永久最后国待遇 那么另外美中的经贸 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呢 我觉得这个源头 当然从取下最后国待遇 到2001年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 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都发生了很大一个变化 那美国呢 这次或者挑起也好 或者是要对中国动手 那主要是美国的一个 我认为是它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之前对中国来说 它都抱有些期望 作为一个叫什么 战略合作伙伴 从现在 从去年正式提出来 它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 那这个一个转换 不光是说是 某一个政党 它应该就好像 魏先生刚才提到的是 两党之间达成共识 然后是一个很长期的 可能涉及到未来几十年 这样的一个战略 因为中国 在加入WTO之后呢 它的经济确实是 实现了巨大的腾飞 依靠它一些低人权的优势 低人工 然后这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加上它一些出方式的管理 迅速成为了这个世界工厂 然后在去年的话 它整个对美国的出口 已经是达到历史的一个 对美国是顺差的 立刻最高的纪录 并没有5000 也是3752亿美金 那换句话说 美国作为中国一个 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 占了它中国出口20%份额 为中国每年提供的巨额的一个 外汇的一个顺差 那这样子 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在这些年 特别是最近十年 它频频的就是 展示自己的声音 然后呢 最近五年在推它的一个 一带一路 都需要背后有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支持 不光是这次川普总统动手 中国挑战了它的一个经济利益 甚至侵害了它知识产权 更大的我觉得是 其实中国已经挑战到了 美国的一个政治利益 甚至因为中国和美国 它一些政治制度的不同 意识形态的不同 那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 或者叫威权国家 那这样子 未来的话 它们甚至可能会挑战到 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 所以这个贸易战 我个人理解 只是刚刚开始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 进一步的一个冲突 谢谢 是 我们现在针对美中贸易战 因为我们已经谈论了好几天了 已经有不少的网友 还有观众朋友 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就先来接听 在电话线上的 第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 首先美国的民主 都是以强大的科技 掠夺的世界的利益 养出来的民主 然后你们灌输我们 那是光闹事 不解决问题的假民主 然后这个贸易战 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战争 然后川普也快选举了 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习近平仍然坚挺 越打越硬 我们是强者而从之 谁能坚持到最后 早就已经看出来了 好 谢谢您 天津的王先生 我想先请魏京先生先生 来谈一谈 他认为这是川习之间的战争 而且他觉得 习近平可以挺下去 川普可能挺不下去 现在看趋势是习近平要挺 因为习近平的性格 好像他比较强 一会儿在东海惹事 一会儿有南海惹事 一会儿有印度惹事 到处惹麻烦 然后还大撒币等等 很独断专行 那么他要坚持下去 他有一个背景 也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僚资产阶级 他们在不公平的贸易里面 能赚大钱 利益团体 利益团体 而且他们利用不公平贸易 很多美国的大企业也在赚钱 而且赚的是超额的利润 不是正常的利润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两边合作起来 习近平认为他还是有得一战 他有他的条件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他也赢不了的 秦卫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再强调 与中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制裁性的关税措施 主要就是要保护美国的利益 维护贸易的公平 那么中国方面 也加入这场纠纷 他的这个要打贸易战 他的主要目的又在哪里呢 作为中国来说 我的观察 中国政府是肯定不希望 跟美国开打这个贸易战 所以他在三里亚调查之后 他们派了一轮又一轮的代表 来美国去求和这样的感觉 但是都被拒绝了 美国正式公布这个 惩罚性关税之后 中国迅速的做出反击 我个人观察 我觉得中国不想打贸易战 但是他其实是没得选 他无路可退 如果美国就是绝不松口 绝不让步的话 他只能硬着头皮硬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跟国家体制决定的 他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样的一个习近平的 那个强人的形象 如果说他刚刚通过宪法也好 党战也好 确定他的一个 所谓绝对的权威的话 如果在美国这个 前来挑战的时候 这么快做缩头乌龟的话 他在自己党内 国内这种形象地位会大打折扣 对于中国政府 对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控制 会大打折扣 所以他们现在 我感觉是这么迅速的出手 这么强硬 表面上是习近平和特朗普 两个最高领导人之间的 一个意志的决战 我更感觉是中美两个国家 不同政治制度的一个博弈 无路可退 谢谢 好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网上 这位署名叫 Sanizas Loes的这位网友 他说 中共的特点就是在国内强势 装的强势 然后在国外妥协 而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g的网友 他说 美国一定打痛了中国 不过什么局势 中共也早就清楚了 不会是瞎嚷嚷的那样 要怎么怎么还击 而是想好了 如何经济下滑程度最小 先盘算好了 再去跟美国谈判 这样就算没得偷没得赖 也还可以选个 最能活命的上上策 那么还有呢 这位署名Edwin Chen的这位网友 他说 美中贸易战打痛了两类人 一个是中共权贵 另一个是华尔街肥猫 中共权贵不顾美国的人权指责 强迫中国人解散工会 放弃权力 降低薪酬 来补贴权贵的企业 形成竞争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破坏了自由原则 也破坏了平等原则 美国劳工面对不公平贸易 也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储蓄 失去了希望 华尔街肥猫替中共游说 把中共塑造成自由贸易捍卫者 这种关系该被查了 另外呢 还有署名这位叫樊军毅的网友 他说 美国加大力度 经济制裁中共很好 其他的民主国家也要跟上 那我想继续 我们就来仔细地来看一看 这次双方公布的一个制裁的清单 然后稍后请两位的专家跟我们来谈一谈 到底谁受的伤害会更严重一点 我们先来看看 从美国方面来看 美国公布的要对中国的 1300种产品的征税清单 包括了钢铁板材 家电用品 半导体 科技产品 医疗器械 药物疫苗 还有工业机器 而中国方面呢 在昨天所公布的最新对美国的 106种产品的征税清单 包括了大豆 小麦 高粱 肉类 烟草 汽车 飞机 塑料产品 还有化工产品 我想先请教秦伟平先生 很多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清单对比的时候 立刻就想到了 中国在对美国的制裁清单里面 大部分都是一些民生商品 都是对于民众来讲 是他们影响日常生活的一些重要商品 那么您认为 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民生商品 作为首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那么这难道不会对中国的民生造成严重伤害吗 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之中 中国其实可打的牌非常少 您刚才提的问题是 为什么选择这些产品 大家看看 其实美国出口到中国一年的话 那个出口总额可能就1000亿美金多一点点 那现在这一次就是500亿 大家想想它有多少选择 优分没有太多选择 您说的很对 这个特别是大豆这些产品 在出口到中国是很多很多 光大豆一项都超过100亿美金 那中国其实它整个大豆产业 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几乎是彻底沦陷了 每年的那个大豆需求量 可能是高达9000万吨 然后自己自产只有可能1000多万吨 那大量的是依靠国际进口 主要是美国巴西这样子 那说实话 这个是中国我认为是该付代价的时候 你自己之前怎么说呢 这些大豆属于是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范畴 都是因为美国它的科技优势很明显 但是中国也在讲说 美国在补贴这些大豆玉米的那个农户 这样子 它的一个成本非常低 它运到中国的售价 比中国农民自己种出来的价格还要便宜 所以市场毫无疑问的都选择美国进口的大豆 或者巴西进口的大豆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这样加征25%关税 那中国老百姓很快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食用油 它主要用在那个食用油 还有他们做饲料用的那些 比如说鸡鸭鱼肉 这些可能就是马上会面临涨价 只要正式开始实施之后 马上就面临涨价 这个涨价的幅度肯定会不小 所以很快会引起中国的一个通货膨胀 这是值得中国老百姓 特别是要挺中国的那些老百姓 要做个心理准备 那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这边可能也会比较紧张 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丹 意味着一个是中国老百姓是通货膨胀 第二个美国的出口 它可能会下滑这样子 所以这个贸易战来说 没有说真正的赢家 应该说是互有输赢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说两军对立 就是伤敌1000自省800来描绘 我觉得如果是这次中美之间 用一个比较形象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可能是杀敌1000自省5000 是这样一个比例 对于美国来说是杀敌1000自省200 应该都是有损伤 但是明眼而言一看就知道 这个两国的一个经贸的一个比例 还有中和国力来说 那中国肯定受的伤害是远大于美国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是毫无疑问的 我相信没有人有意义 需要提醒中美两国的公众来说 大家要提醒注意一下 不要误伤到自己 谢谢 好的 那么我想继续请教 我们在现场的魏京生先生 魏先生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秦伟平先生的分析 但是我们在注意到了 这个尽管说这个两方交战 肯定都会有一些损害 您从这样的一个制裁清单里面 这个美国方面着重的是 制裁中国的科技器械产品 中国却集中打民生产品 您觉得这样相比之下 这个对哪一个国家的冲击力 或者伤害最大 首先来讲 中国政府本来就不在乎老百姓 他本来就不在乎老百姓 其实你要开放中国 开放这个农产品市场 对老百姓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他们在农产品上面卡得很紧 另外就是说 你看这个中国的清单 很明显地带有政治目的 就是他们自己都说了 打的是川普的票仓 所以是带有政治目的的 另外他也不关心老百姓的 美国的这个制裁 实际上也是带有目的性的 当然不一定是政治性 就是说打击的是这些 重工业产品或者是科技产品 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 那是真正享受补贴的 而且那个补贴都不公开的 而且其中还包括 偷窃美国的技术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问题最多的 就是中国的这些工业企业 他们自己不努力 你看大学生那么多 找不着工作 因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搞科研 偷人家技术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 打击这些企业 就像那个小秦刚才说的似的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中国报复 那美国继续升级 中国有多少空间呢 只有1000亿美元的空间 对不对 从美国全都不够买 也就是1000亿 而美国有5000亿的空间 那么谁赢谁输呢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显而易见的 是 我们现在再来听听 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 还有网络上的网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 下面这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 来自山东的张先生 您好 请您简短说明 好的 我说一下就是 就是中国进口的美国 这一些粮食 主要用来调控 这个就是国内的物价 如果调控 如果是 如果禁止进口外国的 这个粮食的话 中国人们必须会贬值 以前是 以前用的是 新疆收产这件冰产的粮食 用来调控 因为现在 因为共产党前期做的不好 因为房地产中 土地越来越少 包括政治成本越高 所以说 由于官员的任性 导致的一切整容后果 所以说 前期种的不好 后面受的不好 接触了贸易战的话 接触贸易战的话 美国会处于主导地位 好的 我们谢谢您山东的张先生 好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 河北的张先生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请说 我听到魏医生先生 和国内的学者 有两个极端的看法 魏先生说是 中国的经济要崩溃了 这么一稿 中国的一些学者说什么 说是美国人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两个观点都是极端 中国经济 肯定受损失 但是不会崩溃掉的 但是那个中国学者说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人砸着自己的脚 用于中国人去核干 是吧 我还是希望 中美之间 心兵细合地坐在一起 来讨论这些问题 谁也垮不了 美国也垮不了 中国也垮不了 但是都受损失 这是事实 中修会还有和平的方法 理性的方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美之间 谁也离不开谁 谢谢您 河北的张先生 我们下一位再来听听 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是这样子的 我想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中国要向美国让步 我觉得这种观点 我的看法是 六四年代 两大阵营都孤立中国 中国都能够扛过来了 现在你说中国想让中国低头 让美国 我想中国是绝不会让美国 因为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 你是玩不过 在这个问题上你是玩不过 就是专制国家 它这个政府 你就是人民 饿死 你都要给钱给政府 那民主国家不行 民主国家你要是弄得不好 稍微有一点 那个民众就可以 炮轰你这个政府 甚至可以把你的政府 给赶下台 但专制国家就不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想中国政府 一定能够扛过去 那个时候 你能够把它搞下来就搞下来 六四年代 你搞不下来的话 两大阵营都没有 把它能够搞下来 它扛过来了 现在你怎么能够让它低头 好的 谢谢您 广东的黄先生 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黄先生这个说法 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就是共产党 它的强点 就是它不顾老百姓死活 你看六十年代 饿死那么多 几千万老百姓 它不在乎 现在也是 它打贸易战 大豆 猪肉都不让进口了 老百姓买东西 价钱要上升 就是刚才那朋友说的 要通货膨胀了 但是这个不是美国人做的 那是中国政府做的 反过来说 它为了继续买大豆 它还得到市场上去买 国际市场上买 那么它买了其他国家大豆 那个国家的市场腾出来了 美国大豆还是可以卖出去 所以其实它这个惩罚的 我看了一下大致的清单 基本上都是可替代的东西 而它想卖到中国的一些重工业产品 是不太好找市场的 所以这个就是同样都是五百亿的互相惩罚 内容有所区别 有不一样 所以中国在这场仗 如果它习近平真的坚持打下去 跟美国的贸易全停了不说 其实跟欧洲贸易可能也得停 中国的外贸如果全停了 现在的中国和六十年代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 而且老百姓吃亏也就吃了 没办法 现在老百姓愿意吃亏吗 那不愿意吃亏 另外现在的经济 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了 也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 这个时候再说我们六十年代能扛住 那个好像这个比喻是不太恰的 那我还想请教魏仙人 就是中国会不会让步 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必须让步 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让步 那么就想拖着少让步 当然那个宣传 其实对美国没有什么影响 它是对国内的民众 对国内老百姓的安定人心的 但是从大区上来讲 中国那些官员也不全是傻瓜 也有懂的 知道扛不住 真的扛下去的话 你真的把外贸都停掉的话 那中国经济是一定会垮 因为经济和规律 人们的生活也是这种规律 往前走容易 就是你增加越来越富容易 从富一下变成穷人 这个人们一般不能接受 尤其对社会来说 普遍的一下变穷的话 大家不能接受 其实现在美国的情况有点类似 就是生活水平相比过去呢 有所下降了 所以这个舆论非常强 两党所有的议员 基本上都会支持川普现在这个立场 其他的国内立场不一定支持 但是在这件事上 两党是相当一致的 秦伟平先生 我想请教您 您的看法就是中国在这场 可以说是贸易战当中 有没有可能最终让步 因为我们看到了白宫的经济顾问 库德洛先生 他在昨天特别强调 中国终将让步 那么也因为他的这个安定计的效果 那么华尔街股市在昨天收盘的时候 是上扬了 那么你的看法呢 你觉得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让步 那么刚刚呢 魏京先生先生也提到了一个 今天就算美国与中国 全面停止了贸易的话 那么很多人也说 美国现在已经承受了 这么大的一个贸易逆差 就算全面终止与中国的贸易 美国仍然算是个赢家 并没有输 您的看法呢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 中国不愿意开打贸易战 如果说美国谈的条件 他们能接受的话 我认为在私底下是 完全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然后最终就度过这次 好像这次贸易危机一样 但是有一点 如果美国只是求一时短期的利益 然后比如说把那个贸易逆差 每年就是今年 至少下降1000亿美金 如果只是这个目标的话 中国政府可能会答应 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判断 就美国背后的战略意图 是不是说要进一步的去 把中国打趴下 把他的经济打垮 然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是不可以去挑战 美国的一个利益和安全 那中国需要做一个判断 我相信中国一定是有两手准备 一方面随时可以准备说 签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 一个新的协议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可以说是 嘴硬到底 血战到底这样子 那最后的结果 我相信中国政府 其实如果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人 他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 就是说彻底断掉给美国的贸易 彻底的闭关锁国 虽然很痛苦 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 中国14亿人也不希望看到 但是中国政府 他为了维护他自己共产党的一个执政利益 他最高的核心的利益 不是说14亿人民的一个 一个幸福的生活 它是他们的一个执政的利益 所以他们即使被关锁国 即使切断给美国的所有的经贸往来 他也在所不惜 然后中国国内 他已经是实现了这种全方位布控 包括一些维稳经费 包括警察 国家化 然后都是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力量 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应对这个不时之需 我认为这可能在未来几年内 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状况 中国政府都想到了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坐标 一个就是朝鲜 一个是俄罗斯 那朝鲜大家知道 它的经济社会惨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 可能远比中国要惨很多很多 然后但是他们的政府 他们的金家王朝 却是非常的强硬 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制裁 他们低头了吗 嘴软了吗 也没有 那俄罗斯也一样 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 也遭受过多人制裁 但是他有服软服输吗 在对外界 他们还是展示这种 所谓的强权性 强权性形象 或者说他们自己 维护自己的一个国家利益的形象 帮老百姓洗脑 老百姓其实不愿意接受 也没有办法 你被压制的动弹不得 所以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中国对外来说 它外貌是一层美国 依赖性很高 但是对立的话 他自己是依靠多年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 是依靠债务趋增来发动经济增长的 那现在中国内部的一些经济问题 其实即使没有这次贸易战 它也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它的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可能也随时会爆发 所以这个 就是真正利用外患加起来的话 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是非常非常不妙 谢谢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网上 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 他说战争就有输赢 如果贸易战之后 共产党能继续保持贸易顺差 那么中共赢 反之美国赢 不论如何战争总有胜负 中共现在一直说双输没有赢 加要回到谈判桌 这就说明了中共没有信心赢 或许还没开打 中共就已经受到了100万信心的打击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位署名叫川畅的这位网友 他说美国长期被封建专制独裁的中国 诈欺和占尽各种便宜 专制独裁政权 中国不但不知感恩图报 到头来还恩将仇报反咬美国一口 还有这位署名叫张锡成的这位网友说 和美国打贸易战 共产党先拿国内普通百姓开刀 比如打击都是民生的东西 像大豆猪肉等百姓的必需品 中共已经输了 那么这位署名叫高华的网友 他认为呢 中共可以让中国人吃糠 美国人不可以 所以美国肯定会输 那么讲到了这一点呢 我们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是美国的前白宫顾问 高卡博士 Sebastian Gorka 他提到了 他说习近平现在已经取得了终身权利 美国企业还要把寻求短期利润 还有下个季度的收益 看得比国家安全还重要的话 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 那么高卡特别认为 与中国的贸易纠纷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经济之战 它是一场道德之战 我想针对这一点 先请魏京生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 很多人啊 在看这个中美这些贸易纠纷的时候 受到了中国媒体 包括配合中国的很多美国媒体的宣传的影响 以为是川普在打这个贸易战 这是第一个误区 其实不是 是中国一直在不公平贸易 川普不得不反击而已 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嘛 就跟咱们国家内部的维权一样 美国只是在维权而已 当然中国不让了维权 那我就对等的给你 你给我关税 我也给你关税 另外一个误区呢 很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这个 好像那个 美国呢 扛不住 其实也不会的 没有中国的廉价商品 美国会从很多地方进商品的 对 刚才咱们也谈到了 这个对美国不是 不构成真正的威胁 美国的市场价格 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反过来说 就像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 中国都禁止 都是民生产品 本来中国就禁止民生产品 所以呢 这会给中国老百姓 带来很多灾难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大家都有点误解 美国的这个 美国政府 川普政府的目标 其实不仅仅是阻止 中国的出口 而且主要目的上 中国开放市场 也就是中国一直实行 贸易壁垒 什么东西都加税 很多进口的东西 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 而他们卖到美国的东西呢 比在国内市场还便宜 很多到这来旅游的朋友 都在那儿很惊奇 说很多东西 中国货币 到这来扫中国货来 为什么 说这儿的中国货币 比在中国还便宜 那么这种 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呢 实际上对中国老百姓 和对中国国家 都非常鼓励 所以美国政府现在做的 当然是为了美国 维护美国利益 要敲开中国大门 你也得进口我的东西 你不能光望我这进口 所以咱们得公平 你不让我进口 那好 我也不让你进口 是这么一个态势 那么中国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聪明一点的话 就是逐渐开放 当然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说了 开放金融市场等等 当然这个幅度还太小 应该是美国对你开放到什么程度 你也开放到什么程度 这样有两个好处 第一 中国老百姓买东西要便宜多了 对不对 不光买中国货 买外国货也便宜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 给所有的中国企业制造压力 你必须提高你的技术 提高你的产品质量 现在咱们在国外都知道 中国货都臭了大街了 连李克强在外访的时候 都拿着开玩笑呢 中国货确实在这出了名 很多人现在 美国人以前不看这个出产地 现在都要看一看了 为什么 都害怕中国货 拿回家就坏 所以说怎么样提高质量 怎么样打出中国产品的声誉 这个压力对中国来说 也是很必须的 没有这个压力 你想那些工厂主 尤其那些土豪工厂主 他一分钱他也节约 那个产品好不好 反正你拿回去了 那是你的事了 他们就是这种态度 那么怎么样迫使他们来 改进自己的质量 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呢 很重要一点就是得有压力 是 确实也有很多的 在美国的分析人士说 多年来美国政府 一直没有办法 让中国愿意坐下来 好好地谈开放市场的事 一直到这一次川普总统 使出了这样的一个杀手锏 那么中国方面 现在也不断地派代表来 然后愿意来开放 金融方面的服务业的市场 这就是一个指标 能够看得出来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过去二十年以来吧 从 至少从邓小平时代 或者江泽民时代开始 他们靠着这个金钱外交 收买了很多的这个大企业 让这些企业到中国投资 这些企业呢 就去动员美国的这些政治家 要替中国说话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对国会 对白宫 都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在中国问题上 一直很多人批评 我看很多外交家批评 美国的外交家 说美国没有对华政策 搞不清楚 乱七八糟 所以包括在贸易上 不断地让步 那么现在呢 这些所有的这些政策 都到了需要纠正的时候 而且这是有充分的民意基础 而且是两党一支 好 那么节目 我们最后还剩下大约 一分钟左右时间了 我想请秦伟平先生 最后来跟我们谈一谈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是必要的 也是应该的 但是他能不能够落实 能不能够坚持到底 这也是很多美国的民众 甚至中国的民众 也想要知道的 您的看法 甚至也有人担心说 那会不会等到 川普总统下台以后 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又重新回到原点呢 您的看法 一分钟 我觉得蛮有意思 这个中国政府 可能只需要对付 美国政府的这些博弈就好了 然后美国政府 他可能需要面对的是 不光是中国政府 还有美国的老百姓的压力 还有美国的这些财团的压力 最后结果怎么样 可能如果时间拖得越久 可能对中国相对来说越有利 如果短期历 中国能扶手称臣 签个协议的话 可能是 尖爱说大家是皆大欢喜 当然我更需要提醒 中美两国的公众 然后这一次 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真的是我们一起去观察 一起去面对 这样子 谢谢 好的 我们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也来看看这位署名 叫吕洞斌的网友 他也提到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 一开始说的近40年来 中共已成为世界秩序的 既得利益者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 现在是中共为不守规则 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他说各国应该筹备贸易战之后的 各种战争了 中共的这种扩张升级的霸权行为 是会受到全世界的反击的 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魏京生先生 还有秦伟平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 将为您继续来探讨 美中贸易战边打边谈 也请您按时的锁定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